辉哥 那个二状是什么人啊 他是我来到这片大陆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也是我最亲近的兄弟 可是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唉 这就说来话长了 那他也挺可怜的 等二状刑满释放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 哎 前面就是二状说的废弃工厂了 杂草丛生 看来这个工厂已经荒废很久了 果然是一个藏尸体的好地方 看来二状继承了我的真传 辉哥 你爬那么高干啥呀 先观察一下里面的情况 尽量吧 小玉 我大概观察了一下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哎呀 里面也太破了吧 为了提高效率 那咱们分头找找吧 OK 我也这么想的 这个地方一看就是一个值班室 空间不大 那些尸体应该不会藏在这里 这是个卫生间 还是没有发现尸体的踪迹 没有 还是没有 会藏在哪里呢 当时也没问二状的具体位置 嗯 什么声音 难道小玉遇到麻烦了 小玉 你怎么了 我想进屋找找 可刚一开门就被炸伤了 别着急 我现在带你出去